我相信在线上的很多的信徒们 对梁皇宝参应该不陌生 尤其我们佛教徒喜欢参加的参法 梁皇可以算是非常非常的殊胜 很多人说我学佛 我可能受戒 但是我很怕 我如果犯戒了怎么样 怎么办 甚至也有人说 我不学佛 那我不学佛又怎么样 我犯错了 佛祖会惩罚我吗 其实在佛教里面 这个忏悔法门是非常殊胜 一者如果我学佛 我甚至受戒 我受戒之后 我就很敏锐的察觉到 我自己哪个地方 可能在行为上 在语言上 在念头上 有一些不当的地方 我会随时感觉到 我应该起惭愧心 我要生起忏悔的心 就如同衣服脏了 我应该要洗一洗 同样的每天我们的身体 为什么要洗澡 因为我们的污垢 要洗除这些污垢 那你说 这是学佛的人 我如果经过忏悔 我可以得到清净 所以佛教有忏悔法门 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 可以说在人生上 我可以又重新开始 对于没有学佛的人 甚至没有受戒的人 他说反正我不受戒 既不受戒 我就不犯戒了 其实不然 我不受戒 我如果杀人 他也是要 付法律的刑责 我就是恶意的伤害人 我也会对不起 自己的良心 所以不会说 因为你不受戒 你就不会遭到惩罚 但是我受戒了 甚至我经过 这样一个忏法 良黄宝灿 在这个经文里头 就可以让我们不断的省思 我在生活当中 我的一生的回顾 发现过去因为我不懂事 我没有学佛 甚至我的称心很重 我的贪心很重 那最起码 我可以透过这个良黄 可以得到一种喜敌 一种清净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良黄宝灿 可以让我们心得到清净 让我们如同一个杯子的 已经污垢的一个杯子 我把它洗涤之后 我装的就是伐水 那良黄宝灿呢 大家可能都听过 它的缘起是来自于良武帝 他的吃事夫人 因为过去种种的嫉妒 称恨 那遭受到堕入蟒身的 蟒蛇的这样子一个果报 但他求助我们 他希望呢 良武帝能够帮助他 良武帝呢 当然不忍 但就号召了高僧 一起来保治禅师 来邀约这些高僧 僧人一起来为 不只是为了我们的吃事夫人 当然更重要 还有多少众生 也因为过去 我们种种的身口意液的不当 借着这个良黄 我们能够来得以 得到呢 佛力的加倍 然后我们呢 可以得到消除 我们过去种种的业力 我们的业缘 那在写这个良黄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保治禅师呢 在制定这个良黄宝灿呢 是非常有逻辑的 各位呢 你们在送持良黄 肯定总共十卷 大家都熟悉 但十卷 它其实呢 分了几类呢 第一类 它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我要开始送持这个良黄 我要种正确的因 各位我们都说 我要结好的果 众生都希望得到好的果 可是问题是我种的因 是不是正确的因 我们正因 正确的因地 我要成佛 我要种下 发无上正等正觉 发菩提心 那个种子种下去 才能未来能够成佛 同样的 如果我起的念头 是贪心 是称心 或者是哎呀 人家叫我来 我不得已不来 的因地上 不是自己那么样的心甘情愿 当然呢 你就感受不到 这部 忏法的殊胜 所以这个正确的因 来自于 内在 我们知道说 我呢 好不容易 今生 生而为人 我有机会 能归一三宝 我甚至呢 有机会 来聆听 这个梁王宝灿 听闻佛法 调断除疑惑 甚至呢 我能够 透过这个 忏悔的功德力 让我呢 这个杯子里的污垢 能够借此 能够得到清除 我装的 会是伐水 那还有呢 我要发菩提心 我要呢 发愿 发回向心 只有发愿 才有力道 我们讲愿 跟力 是结合在一起的 人生再苦 缩脱世间 是一个 堪忍的世间 但是呢 如果没有 透过发愿 我们就没有力量 所以透过发愿 愿众生离苦 愿我能此生 能够上求佛道 下化一切的众生 我一旦有这个愿力 提起那个愿力 我就有力量 来面对人生 种种的困难 然后把我这样子 得到的法义 能够一切来 进回向 把我今天 有这样子的机会 来受持良黄宝灿 我就有这样的功德力 希望来回向 无论是 我的历代祖先 我的累劫父母 或者我的冤亲眷属 乃至于十方法界 我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功德力来做回向 我们结束了 卷一跟卷二的 种下正因之后 我们的卷三跟卷四 保质禅师就给我们一个铺陈 就说 我知道了 我种下了正确的因了 那接下来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这么倒霉 我为什么不是出生在富贵人家 我为什么长得那么丑陋 人家隔壁那个长得那么庄严 为什么那个人那么富贵 我就没有那么样的 显得跟他比起来 我都显得贫穷 所以呢 在第三第四卷呢 保质禅师就说破了 怎么样 因果是怎么一回事 明因事果 他是怎么来的 原来富贵是从不失中来 一个人呢 为什么他能长寿 原来他是从持戒 持戒清净 就得以长寿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端正 他是修忍辱来的 所以各位如果你说 哎呀我最近 这个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 但是我愿意用忍辱的 这个波罗蜜呢 来度过 那我告诉你 你来世会非常的庄严 那么甚至呢 一个人呢 怎么会阴生那么样的清澈 他是因为呢 歌勇赞叹三宝 所以这些呢 都是要告诉我们说 原来这个会有这么好的果 是透过修行而来的 所以你不管是 涂了什么品牌的化妆品 都没有来的 你真正的 在身口意上的修持 来得快 所以你在身口意上的修持 常常赞美身边的人 大师常常说 要给人欢喜 给人信心 给人希望 给人方便 这个四给 其实也回到自己的身上 得到富贵 得到庄严 得到人缘 这些都是 大师教我们要种好的婴儿 那当然呢 我了解的这些 其中特别 我很喜欢讲说 一个人美不美是其私 有人缘很重要 你说啊 你生了一个孩子 很有人缘 这爸爸妈妈弟很高兴 有人缘 人见欢喜 他是怎么来的 他是修 见人欢喜而来的 所以在梁皇里面 都把那个因跟果 讲得很清楚 你说刚刚有这么好的果 原来他是这样来修的 甚至呢 受到那个恶道 苦果 那怎么回事呢 他里面呢 明英世国里面 也是告诉我们说 哇 这个其实啊 如果 这个经文里面讲 如果我们呢 受这些种种的 在轮回当中 受到这些苦难 好 那我们应该要想到说 哎呀 我们要真的从新 新地法门 因地法门 开始修起 这样才能够 让我们重新的提醒自己 我今天受的果 我后拜 以后我还要注意 我要注意 我在英地上 不能起坏的念头 这样我来世呢 也会有好的 人说 就是我们在英地上 赶快好好地修 甚至求爱忏悔 那已做 已经做了 没关系 我希望我过去 所做的罪业呢 得到清净 那还没有做的 我就不要再犯这些错误 那以佛力来救护 来帮助我们 甚至呢 帮助我们令 能够得到解脱 所以我们大家 用这样的心 来明白 这个因果的 一个前后的关系 那从卷五 卷六 这两卷呢 应该算是 梁皇宝颤 很重要的核心 为什么 因为梁皇里面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 一切的业缘 必然有他过去 结下的 我们讲冤结 我们要解冤事结 透过败颤 化解 那化解这个冤结 很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 阿狗明明我也没对他如何 他怎么这样来对待我 这可能过去 结了一些 我自己可能 不记得了 或者是说 自己也不知道 我说了一些不当的语言 或行为让他 非常的不舒服 那结下的恶缘 我们今生可能又面对了 我必须要去面对他 需要来化解 那从这个解冤事结 第五第六卷 解冤事结 你可以看到 这个保质禅师 他用引用佛陀的这个法里面告诉我们 所有的病因 我们要讲 为什么会有冤对 为什么会有这个冤 我们要冤 所谓的我们讲说解冤 这个冤从哪里来 冤都是从亲而来 你绝对不会对一个外面的陌生人 跟他发脾气 你想那个个人干我什么事 但是往往让你最伤心的 最受那种内心的那种纠结痛苦 往往是你最在意的人 你最深爱的人 让你伤心 或者你很在意的人 让你痛苦 所以冤从亲而来 而在这里面 解冤事结里面 就先从这个解父母亲眷的冤 有的时候你说 父母这么疼爱子女 怎么会有冤呢 往往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疼爱 或者彼此都会有所期待 不只是父母对孩子的期待 或者孩子对父母的期待 他们可能在无形当中 没有对焦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怨恨 可能孩子希望爸妈对他如何 你应该对我更好一点 可是父母亲可能觉得 我一辈子都给你了 你为什么不能听我的话 这些都彼此在期待当中 有所受伤 或者彼此带来的痛苦 那这样的情况 你看保质禅食就先从 我们应该要以柔和 柔软调和的心来守护 来想没关系 我们应该更贴近去理解 就好像我们讲菩萨 知道众生有烦恼 那众生毕竟就像我们说 还没有学佛的人 他还在幼稚园的阶段 我们现在学佛了 我们就不要陷入跟他一样 在那个地方纠结 我们现在抽身出来 要先看看 哎呀 我跟我孩子之间 或者孩子跟父母之间 我们在累生累结当中 今生相遇 我能够给他的姻缘 我能够帮助他的 给他的一些助缘 但是我不能替他 走他的人生的路 我也没办法 生死没有办法替代 所以有的时候 我必须要放下 甚至我过去也许 也许这个之间的恩怨 我一切一道呢 就圆满吧 我们不要再 这个渊渊相报和时了 我也不带了一个记恨的心 那我也觉得 我今生能够还 也很好 这世子赌到 我们就赶紧给他 你欢喜就好 那我尽力就好 所以呢 也不要带着怨恨到来生 我觉得就让自己痛苦 那当然呢 刚才说 姐父母亲愿的这种 亲卷的这种 彼此的这种怨恨 其实呢 我们要想到 没有怨亲的这样想法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 我太在意了 我太在意他是我的孩子 有的时候啊 累生累劫当中啊 佛陀也说 我们住过不少 多少人的父母 我们所堆积的枯骨 如虚名山之高 我们在亲人的爱别离苦当中 所流下的眼泪 如四大海水之广阔 所以我们过去 为多少人哭过 为多少人伤心过 难道今生 我还要如此吗 所以有的时候呢 想一想 我们还是自然的想一想 没关系 我今生擦肩而过的这种姻缘 就是我跟他父母子女 一个亲情的一场 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尽力 不能满自己的愿 你就要放下 我们只能引导他好的缘 所以为什么我常鼓励说 父母亲自己 要扛这个责任太大 你不妨把孩子带来 佛光山 佛光会 让他接触更好的姻缘 他也许姻缘不在我身上 也许在某一个 这个信徒里面 也许我们不要说什么 青年 他们会度化青年 所以他有的时候 你跟他讲他不听 但是他也许听了 法师的话他会听 也许他听了某一个 在学佛的青年 他会听 所以我们就制造 这个好的姻缘 让他加入佛光会 让他加入青年团 甚至同军团 从小就让他来 那这样子呢 你带给他一个肥沃的土壤 给他好的住缘 我想这比什么都还来得好 那当然除了父母亲眷的愿 这个愿要解开 还有师长的愿也要解开 然后慢慢的 还有同学 同才之间 甚至呢 种种你身边的朋友啦 这些都是你身边遇到的人 熟悉的人 都是让你可能会今生呢 又遇到了 善缘固然很好 如果不好的缘 我们就把它视为逆增上缘 顺风跟逆风啊 其实都是增加我们的力量 我们讲师父说 苦有时候成为我们的资良 因为经过了苦 我可以知众生苦 知道众生苦 我就想要拔苦 想要拔苦 想要离苦 我们就生起那种出离心 然后我们就想学佛 他就变成一个逆增上缘 所以不要去拒绝一切的因缘 有时候因缘好好坏坏 其实他搞不好就在成就我们 就怕我们有佛法 有了佛法 你就不要太担心 顺境逆境 其实都在增长我们的智慧 然后呢 当然呢 里面也教我们解缘世杰的一些 忏悔的方法 一个忏悔者 要当清净其心 然后呢 我们呢 这个内怀惭愧 悲怅于外 无罪不灭 真的是打从心里头 你们今天 各位来这边 拜灿 也是打从心里 很真诚的 跟佛菩萨 online 连线 那无论如何 佛陀啊 你怜悯我 请怜悯我 我过去的无知 请怜悯我 过去呢 深口一叶 造下无量无边的罪业 我希望佛前 在佛前呢 请佛陀的佛力加倍 让我今生 因为听闻佛法 过去种种 犹如昨日死 我希望 颤除一切的业 然后呢 过失 那我也因为这样的学佛 让我生起更大的愿力 一个更大的力量 让我清净善知识 让我能够走向 种正因 然后呢 走向未来呢 真的是菩萨道 然后让我自己能够离苦 我想这些呢 都是在解缘世杰呢 教会我们的 那我想五六呢 都在告诉我们 还有 不过包括呢 如何仰仗三宝的法力 然后呢 在这个第六卷的地方 还另一切众愿 同道道场 所以你过去啊 结了一些不好的业力 都希望来现在来到这个佛前啊 乎救救助 乎救你来给我拜托你 给我力量 我透过今天这样场法会 我升起这种忏悔的心 过去的恩怨 希望在这里得到化解 我想这些五卷六卷 都是很殊胜的解冤事结 后面第七第八第九 我们就庆幸自己能学佛 因为各位 我们生而为人 我们有一个色身 能够来道场 能够听闻佛法 或在线上 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殊胜的法会 所以这些都是感觉到庆幸 这个庆幸之余 我还能够 不仅是庆幸自己能学佛 能听闻正法 能清净正性的道场 然后我还能够愿意 在这个大丛林 佛光山是一个菩萨的一个大丛林 我还能够在这个道场立他 各位你们很多信徒 对佛光山所做的 无论是护持大学 推动教育 甚至帮忙人间福报 推动文化 鼓励更多人 有机会打开门 就一份佛法带来家里的一份报纸 甚至我帮忙很多道场 我甚至在这里做义工 这些都是让我们 有这个机会来累积我们的福德资良 所以我们要感到很庆幸 然后接下来 我要带 没有这个因缘来 礼佛拜颤的人 我要带他们 这里面有包括 不只是我们自己 家人 眷属 我还为这个法界的 这个还在六道众生的 还在轮转的这些众生 我也能够来为他们来拜颤 礼佛 把功德来一切尽回向 所以这些七八九都在跟我们讲 如何庆幸自己能够来庆幸道场 能够有这样的正性的道场 让我们有机会来报恩礼佛 然后最后第十卷 就是回向法院 这也就是说 整个各位拜完之后 身心得到舒畅 然后呢 希望我今天能够有学佛的因缘 我也回向一切法界众生 回向还在六道轮回的 过去的累结父母 历代祖先 都能够听闻佛法 能够得到超拔 能够离苦得乐 那我们也把这样的功德来发愿一切的回向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各位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自己呢 来拜良皇 是一件非常殊胜的功德 那我想呢 各位在佛光山的修行 作为佛光山的信徒 我们常说啊 看起来说 比别的道场的信徒稍微忙一点 但是呢 我们如果仔细想 第一 我在为什么而忙 有的人为五四三 五四三 讲的有的没有的那种 没有营养的忙 可是各位 你是却为三四五而忙 我在忙三好四给五合 你的人生跟别人不一样 我来做义工 我来服务他人 我做利他的 这种累积自己的资粮 广结一些善缘 我成就别人来学佛 所以这些呢 你的人生比别人更加的充实 我不只是利他的服务 我还甚至借记参加法会 我从我这个法会当中 反省自己 我们说要自觉 自己感觉到许多的不足 自己感觉到 我每一次 每一年 我都要回来 甚至每个礼拜都有共修 我要能够得到 忏除过去的过失 一个人不怕犯错 就怕不知道错 我们知道错 不怕 我们可以忏悔 所以呢 忏悔的功德力 是非常的殊胜 所以你在佛光山 既能利他累积资粮 又能够忏除 种种过去的过失 然后得到亲近 甚至我们常常听法 为什么要参加读书会 我有正确的观念 我就不要再去造恶 那么建立正确的观念之后 因为有了读书 我增长了智慧 我有了般人的智慧 我有空性的智慧 我来面对 种种人生的起起落落 我能够非常的自在 所以呢 这一切可以说 大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不只是道场 给我们这样的因缘来修持 这都是无上的福报 那我在这边也祝福 所有我们信徒 我们在这场的法会 在圆满之际呢 我们也把这份功德回向 给所有我身边 我们的家人 所有所见到的一切的因缘 我都好希望说 只要能见到各位呢 因为各位在佛光山学佛 你身边有更多的人 看到你学佛 他也想生起 跟你来佛光山学佛 甚至有人因为 你在这个道场 精进 在佛光山精进 也因为你的因缘 把更多人带进来 能够受三规五戒 能够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法会 我想如此一来 让这个社会 所谓的进化人心 各位我们每个人 都是责无旁贷 我们一起来为 进化社会来努力 所以这场 梁黄宝灿的功德力 我想各位是非常的殊胜 也把这份功德回向 让我们社会安和乐利 让我们都能国泰民安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下期再见